小小一颗色彩缤纷的水晶宝宝 就是现在最夯的植栽疗愈玩具 浴水就会膨胀甚至分解繁殖 巧可爱 但家长注意咯 这东西若被小孩误实 恐怕有生命违线 高雄一鸣一岁半幼儿 就把水晶宝宝物当临时吃下肚 几天后开始腹痛 食欲不振 最后送进高雄长根急诊 S光片我们可以看到 小肠的肠道胀大 并且大肠的肠气减少 怀疑是肠道阻塞 因此收住院 进一步安排电脑断层 可以在电脑断层右下腹 看到一颗大的疑似衣物的 病灶 那也有看到另外一颗 小的疑似义物的病灶 因此怀疑是义物导致肠道阻塞 小儿肠胃科与小儿外科合作 取出六儿肠道 发现事情真的大条了 肠道的那个洞口打开 就可以看到 就是取出很多 一小颗小小颗的水晶宝宝 大大小小的水晶宝宝 被从肠道取出 但事情还没结束 在第三天就发现 它开始腹脏 那也呈现兔的状况 所以在术后的第五天的时候 我们在追踪一次S光片 看到它的状况竟然还是有一些 小肠阻塞的真相 幼儿经过两次手术 发现从胃到蛇指肠 仍有许多不明胶状物 最后决定将幼儿送进甲骨病房 以鼻胃管方式灌入生理食盐水 直到水晶宝宝们被排出为止 小朋友就这样住院 住了半个月才捡回一条命 水晶宝宝是一种聚笔西酸盐 它可以应用在制作尿布 以及制作培养土 它可以大量的吸收水分 它如果遇到盐分的时候也会回缩 但是它在肠胃道当中 可能会放大到至少十倍以上 导致下段肠道狭窄的地方会阻塞 阻塞之后有可能会导致脱水休克 或是生命真相不稳定的情形 不建议在家中以生理食盐水 自行给予幼童 避免引起电解质不平衡 或是肠道破裂的情形 医生表示这款玩具便宜又随手可得 家长千万要特别注意 不用让孩子务实 免得他在体内繁殖长大 造成五颗挽回的悲剧 地方中心高雄报道